其实我对他的好 他当作无所谓 我身为有一点不好 他就盯着这一点 无限放大 然后我就一直揪着不放 我们都是高中吧 就一起培训一下出来的 他考了本科 我考了专科 他一直就觉得我的专科 学的知识也少 然后就反正专业能力也不行 就像刚才嫌弃我 说什么这些的 他就想让我去考一个专生本 我也没有说就很嫌弃他 我想让他去学 只是说希望他的水平 可以再高一点 他介意我和那个学姐一起演出 那我可以不和他演出 但是我想和他演出 他的水平得够啊 我就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让他提高 这小伙子挺好的 我帮你提升啊 没毛病啊 不是没毛病 他让我去我就去了呗 我就每天当时边工作 然后晚上还要复习啊 备考嘛 最后还是考了一个专生本 他就直接嫌弃我 他说你根本就没有认真学习 考一个好的学生 你简直就是完全拿一个文凭而已 我就感觉他把我所有的成果 复苏的努力都白费了 否定了我 这本来就是 因为他想去学这个的原因 其实很简单 就是混个文凭 然后但是我是想让他提高的 行 这个我听懂了 他对你怎么样啊 有好的吗 其实就是我感觉他不宠我 我就想获得一个普通女朋友的待遇 就行了 女生都喜欢包包衣服 化妆品那些都喜欢 他从来不会给我买的 我就是想让你注重精神上的东西啊 对 是精神上的 那些节日 你看他送我什么 送我一首诗 一首他拉的曲子 不好吗 我觉得也挺好的 当时前面一两次真的OK 但是谁进得住 每次都这个样子 每次跟他在一起三年多了 每次都是送诗 每次都是送一首曲子 我真的 我接受不了 那可是就像包包那些东西 那其他的男生也会送女朋友啊 我想送你的东西 那都是我觉得最好的 而且我也送给他过 就是一些物质上的东西 就是像之前送给他过 就是一些书还有谱子 书哥 反正你看 其实我主要想说的是 他对我是精神层面对不对 他对他自己超级物质 他平时出门 从来不会坐交通工具 地铁公交不会坐 他就出门打车 上下班打车 其实打车久了也贵嘛 他就买了一个车 我真的觉得很生气 我问他 你出国会带他去吗 我还没有考虑过 因为我不知道我能考到哪儿 我也不知道到底带上他合不合适 或者说带上他 他是不是就是在那个地方的生活 所以其实就是 如果你考上的话 又不能带他什么 你就可以自己走了对吧 可能会 在结婚和出国深造 之间你选择一个是选什么 我选出国 你坦诚就行嘛 就是在你们的情感和他事业发展的上升 如果有冲突的话 他一定选择事业而不是你 听明白了吗 对 我就觉得他很能行 我们在一起个三年多 他还是这个样子 行 反正咱聊到这儿了都聊开了 下面给你听断你妈妈的这个电话采访 好吧 听一下 鱼儿 你也晓得我和你老后的矛盾已经这么多年了 从小就看见我们两个人去明镇居 好多回来就是没离成 没了你也努力过 但实在坚持不下去了 现在我们两个离了才晓得 分开了反而会更好 中抄家 中抄家对咱们三个人上海都好大 分开了真的倒是舒服了 我晓得你很不理解 莫怪妈妈 我和你老后到现在希望你够好就完了 妈妈太想告诉你 以后在感情里不要卑微 不要委屈求全 不要为一个家 而去成功一段感情和婚姻 莫在拉几堆的私男人 要找到感应的特意的男人 为你付出的人 这妈妈这话讲的 生动而形象 那找一个爱你的男人 接下的时间留给老师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文圈 这是阳春白雪遇到了柴米油盐啊 我觉得 有一个细节我注意到刚才 女生在 说到自己父母离婚的那个事的时候 男生有一个动作 她把头转向了一边 然后 就叹了一口气 很无奈 我觉得她信的潜台词是 你又拿这个事说事 就是能够看得出想象得到 在生活当中 你无数次用你父母的婚姻来绑架她 对她来说是一件 不可理解 甚至不可理喻的事情 对 我就是 因为她觉得 凭什么是我 为你的父母的婚姻来买单 对她也不公平 对不对 结婚这件事 一定是两个人 共同的意愿和感受 你知道 她要出国的打算 你说你一直在破坏她的这个计划 我觉得你今天特别好的一点 是非常诚实 你说一是要废了她武功 变成生活小白 离不开你 你就像她离不开我 对 你把你的真心话说说 二就是 你要毁掉她的出国计划 就是你所有的 你心里面的小心思 你以为你成为了那个 她离不开的那个人 你以为这个世界上 不会有第二个 像你一样的女人了吗 所以 所有的你的心思 你觉得应该结婚 应该要怎么样 都不会按照你的意愿 往那个方向发展 那接下来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男生 你觉得出了国 回来之后还是他吗 很难说 我觉得你们俩 特别好的一点 就都很诚实 所以不要那么着急 如果彼此还欣赏对方 还喜欢对方 那就继续先谈着恋爱 否则的话 连眼下的这点时光都过不好 更不用提未来了 好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